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5月24日 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638集 这个五亿高中生的事件实在是太离奇了 还是不断有人在关注 听说这个高中生继承的财产不止五亿 可能超过100亿 他阿公精心策划的财产大转移 结果现在要被一个外人超完美的接收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 他阿公累积一辈子的财富 自己又省吃俭用 结果最后的财产变成别人的 真的让人很感慨 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钱花掉的才是自己的 留下的都是别人的 就算捐出去的也是你的功德 你财产留下来 给你的子孙花天酒地 这个账都算在你的身上 所以我觉得钱还是够用就好 很多人年纪一大把了 还是放不下舍不得 还一直在辛苦工作赚钱 自己又舍不得花 这辈子的钱已经花不完了 你一直赚一直赚 就是为了把钱留给你的小孩 对不对 但是事事难料 你活到牢 坐到牢 赚到牢 赚到你走了那一天 你那些财产最后会变成谁的 没人知道 因为事事难料 如果你辛苦一辈子 留下的财产最后变成一个外人的 那你的人生到底为谁辛苦 为谁忙 现在是下午11点22分 今晚美股又跌 下跌的原因又是这种有的美的利空消息 美股下跌真的不用担心 他们一定会找到方法来解决的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 下集再见